女孩在荒郊野外遇到了歹徒 他抱着宝宝赶紧往森林里跑去 胡子男用衣服包扎好伤口 立即放出了猎狗去追女孩 另一边 女孩的男友阿强也被歹徒控制 正当歹徒要杀掉他时 阿强猛的一下把黄毛推倒在地 然后拼命逃跑 等黄毛起身 阿强早已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 阿珍抱着孩子正在被胡子男追杀 男友这边也被黄毛穷追不舍 胡子男突然发现 自己的猎狗不去追人 而是和野猪肆咬在一起 真是个没用的东西 胡子男只好一个人去追 就这样 四个人开始在森林里上演生死逃亡 没过多久 阿强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藏了起来 黄毛也紧随其后 他小心地观察周围 突然他举起猎枪 阿强的女友好像被打中 可阿强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黄毛走上前查看 原来是打中了自己的同伙胡子男 黄毛真是猪队友 这时宝宝突然哭了起来 阿珍慌了 哭声引起了黄毛的注意 阿珍警惕地观察周围 不料黄毛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他二话不说 直接抢过宝宝 把宝宝狠狠摔在地上 可怜的宝宝现在不知是死是活 而躲在一旁的阿强 看见女友被歹徒抓住 吓得已经尿了裤子 他动都不敢动一下 随后黄毛把阿珍带去了后山 准备杀掉他 阿强确认两人走后 这才敢走出来 这时他发现胡子男挂在腰上的车钥匙 很快他就跑下山 启动了胡子男的车子 狠心丢下女友 自己一个人开车逃走 山上的黄毛听到汽车的声音 他马上意识到 阿强开车逃走了 他赶紧拉着阿珍 一路跑下山去追阿强 在车上 黄毛一直说阿珍的男友是个渣男 说阿珍遇到危险都不救他 还自己一个人逃走 可阿珍自信地说 男友肯定救走了宝宝 突然车子一下失控撞到了树上 直到晚上 被撞晕的阿珍才从车里醒来 而此时 有辆警车也开进了山里 使阿强带着警察来救阿珍了 很快警察就发现了阿珍 阿珍也终于看到了希望 就在警察靠近阿珍时 原来是黄毛躲在暗处袭击了他们 阿珍哭着请求 让黄毛放了他和男友 而此时 黄毛也被刚才的警察 用枪打中了腿 无法开车 他用枪威胁阿珍 开车把他带下山 阿珍只好乖乖照做 他来到男友身边 问宝宝在哪 现在是否安全 可阿强告诉他 自己并没有救走宝宝 而是一个人逃走的 听到男友的回答 阿珍很失望 随后 他开车带着黄毛和男友下山 想到废物男友没救宝宝 他越想越气 于是一脚油门踩到了180 然后猛的一转弯 车子冲到了山下 接着黄毛爬出车 阿珍和他扭打在一起 最后 阿珍拿起一块石头 砸死了黄毛 电影最后 胡子男的猎狗 一直守在宝宝身边 而宝宝也幸运的活了下来 相过的